今天的发烧话题来看到台积电下午举行法说会公布第二季财务报告 税后全益约新台币2478.5亿元 每股盈余为新台币9.56元 这也是董事长魏哲嘉上任之后的第一个法说会 他表示今年将是强劲成长的一年 全年美元营收预估成长24%到26% 互国神山台积电召开法说会 这也是董事长魏哲嘉上任以来首个法说会 公布第二季财务报告 税后存益约新台币2478.5亿元 年升于36% 每股盈余达9.56元 创下历年同期新高 而且展望第三季预期营收约224亿至232亿美元 毛利率约53.5%到55.5% 更调高今年营运成长目标 至24%到26% 我们希望我们的商务 能支援强烈手机和AI关系的需求 为我们的预期营收约技术 看来全年2024年 我们预计到整个市场市场 除了记忆的记忆 会增加到10% 但法收汇前台股表现受到美国科技股下跌千连 18号台积电以988元开出 跌出千金股 还一度跌至986元 最后尾盘拉回 中场收在1005元首筑清元关卡 我们是不评论股价 但是我们对长期是有信心的 针对法人提问台积电坦诚 COVERS先进封装产能吃紧 期盼2025年可以缓解 2026年达到供需平衡 面对涨价议题 为着加仗回应 台积电涨跌签动台股指数 财报公布后 市场又会有什么变化 也引发关注 这杨宗彦王秋明台北报道 这杨宗彦王秋明台北报道